现在呢我是在七路车展的四号管比亚迪展台哈 大家看一下台上两款车型 一边呢是前不久刚刚上市的原UP 说实话台上这款元气粉啊 我作为一个男人我都特别喜欢啊 因为确实充满了活力 而且这款车它的起步价仅需要9.68万 车展上呢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厂家优惠信息啊 所以说这个机不可失 那咱们主要呢还来说一下这款送plus荣耀版 这款车之前呢也是给大家做过介绍啊 今天的相对是带大家重温一下这款车型 大家都知道啊 比亚迪今年开年以来呢 相继好多车型都出了这种荣耀版 开启了电比优利的策略 但是相比以往打价格战呢 比亚迪是反其道而行之 之前打价格战怎么打 减配啊 但是比亚迪人家是增配降价 你就拿这款送plus荣耀版来说呢 那么虽然说价格下来了 但是依然全系给你配备了这种全场景的数字钥匙 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开启车辆 解锁车辆启动车辆 还有呢就是全系给你标配了这种 19英寸大轮毂啊 轮毂一大 整个车的气场都感觉变大了 还有一往只在高配车型上 才有的这种双层夹胶玻璃呢 那现在也是全系给你标配了 你要知道啊 前不久刚刚上市的某米的车型啊 价格都到了20多万了 但是低配车型呢 都不是双层夹胶玻璃的 我就问 12.98万的送plus荣耀版 你觉得它香不香 你是不是以为价格降下来了 内饰的用料就会减配呢 我告诉你 这都是之前合资车玩的小伎俩 在送plus荣耀版这款车上 一丁点的都不存在 那大量的糖素软质材料呢 给你装上了 像它的比亚迪标志性的 自适应悬浮大屏给你装上了 它的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以及直接式的胎压监测 通通都给你装上了 我就问 你还想要啥 至于乘坐空间方面呢 送plus荣耀版 确实要优于同价格的 合资燃油SUV 而且呢 它的这个地板是纯屏的 这样的话 就可以尽最大程度 保证每一个位置上的乘客 这种乘坐舒适度 动力方面呢 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啊 像送plus荣耀版呢 那它一共是有两种动力版本 分别是DMI超级混动和纯电的 那无论是哪种动力版本呢 都能够带给客户快省 静顺率的五大颠覆性体验 关键是 它还经守住了市场考验 那如果说这两个动力版本 咱们应该怎样去选择呢 让我给你推荐信贷比最高的哈 如果是DMI版本的话 那我建议你去买它的 110公里旗舰plus版本 那如果是推荐这种纯电呢 我更推荐它520公里的尊贵型 也就是厂商周到价是15.98万 但是这款车到底怎么样呢 那么大家可以趁着周末来到奇路车展4号 比亚迪展坛好好的了解一下这款车 2223-910公里 5204号 5209号 5207号 2203号 320134号 3209号